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终于,休在期的风波,看上去平息了一些,杜兰特已经早早宣布,留队米切尔,去网克利夫兰的旅程,也已经定下麦阿密的新科最佳第六人,心中悬着的石头,大概终于能够落地,在杜兰特和米切尔的交易中,热火也是潜在的交易主顾,而他们最有力,的筹码,自然是这位新星,泰勒西罗,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过,自己很害怕被当作交易筹码,谁不会呢? 但他不止一次的,在媒体前表示,如果我是热火GM,相比交易来,杜兰特,或者米切尔,我更愿意保持现有阵容,全土重来,就像所有人一样,西,罗也很清楚,如果这样等级的交易能够成型,那他一定会是筹码之一,毕竟,已经走进生涯,第四个赛季,新修合同,最后一年的西罗,还没有得到热火地上的提前续约合同,同届的胖虎,莫兰特,以及加兰,都已经先下了超级顶心,凯尔登约哈逊,也已经,提前与马, 马次签署了一份,四年7400万投年2000万的合同,就数据表现来说,不论合同大小,西罗似乎都应该提前续约,才对更何况,在过去的这个赛季中,22岁的西罗,拿下了最佳第六人,他是热火队史首位,也是与哈登并列的历史第二年,经的最佳第六人,但显然,如今,依然身处高位,作为篮球运营总裁的神孙子莱莉,希望把一切,都掌控在手中,一直 没和西罗续约,显然也是想象起事,对赛克斯顿